精明投资融入社区 大家好 我是您身边的大文地产经纪 Steve曲杰纯 想要融入社区第一件事情 当然就要来到这个国家了 今天很有幸邀请到了 纽菲尔德移民公司的 持牌移民顾问Christy 来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移民的这个话题 Christy你好 你好你好 很高兴今天有幸被请到这里来 那我是Christy 入行移民留学将近十年时间 那主要我们一般来做的 就是技术移民 投资移民 然后留学生转移民 就是跟移民相关的 其实我们都有涉足 对了 那今天也是来跟大家 就是简单的聊一聊这个话题吧 那既然说到了 这个不同类型的移民嘛 那据您所知 最新的移民政策都有哪一些呢 今年来讲的话 首先对于加拿大国门的一个开放吧 就是我们说取消了入境需要核酸检测这一点 对所以对于加拿大的入境来讲 变得对于华人来讲变得简单了 对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 因为为了应付目前的加拿大的这个劳工市场的短缺吧 所以加拿大这边更多的是把工签的政策开放了 然后再来的话 今年还将会有一个新的政策 是针对有本地学历 以及工作经验的这些人 那么加拿大是说 他们会更新目前的就是移民系统 让这一类的人群能更简单的移民到加拿大 对目前来讲 今年的一个趋势 其实对于整体华人留学生群体 然后或者是技术移民群体来讲 其实都是一个相对我们看上去是比较利好的一个走势 刚才呢 Christine您说到了一些移民的类型 其实我发现有一种您没有提到 这种类型呢 也就是我们以前比较热门的叫做投资移民 我不知道在这一方面现在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为什么现在是大家反而相对提到的就少了一点 是这样 相比较曾经的投资移民 那像我们以前知道的 可能我来买个房 我来买个business 那我其实就可以申请投资移民了 但是现在来讲 投资移民更多的是分为了两派 第一派呢 其实就是各个省的省投资移民项目 那目前大部分省的投资移民项目呢 都变成了一个像打分制度 那这样的打分制度来讲 他就会评判这个申请人的过往经历啦 语言啦 然后还有他的学历啦 等等等等 进行一个评分 那所以相比较像BC的我们的打分制度来讲 其实很多我们说比较优质的投资者吧 其实在面对语言的劣势上 其实就没有很多优势了 对 所以省政府这边的投资移民 其实现在就走得比较缓慢 那还有一派呢 就是我们说的联邦的投资移民 联邦的投资移民呢 普通投资移民是处于一个关闭状态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联邦比较支持的叫做小型创投 那这个小型创投呢我可能稍稍多讲两句 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投资者你有一个心灵的idea 然后呢你想要来加拿大做这样的一个创投 然后创始的一个就是创业项目 那么这样的项目你拿到本地的孵化器支持 然后这样你就可以直接申请就是移民了 所以相比较各个省去参与这种打分制度来讲 目前这个小型创投项目 还是对于我们投资者是比较受欢迎的 但是肯定比以前的买个房买个企业来讲 就稍稍难度大点点 其实您这个话题我多说一句 就是大概在半年前 有一个朋友来咨询过这个问题 当然了就是我们闲聊嘛 我也不是做这样 但是呢好像不如我们想象 不如您讲的这么轻松 就并不是说我有任何的idea都可以 或者是说就包括您提到刚才那个孵化器 我怎么样去找 这个可能都需要很多很多专业知识 就是在你在这方面 你们有什么特殊的帮助吗 或者说就比如说如果有一个 比如说我的朋友当时在找到您的话 您会给他一些什么 就是说比较我像比较干货一样的建议吗 是这样的 我们说的这个新兴创投项目 它其实分为了三大板块 第一大板块呢 就是您刚刚说的 不是所有的就是idea和项目 它都可以 那所谓新兴就是你怎么样来跟我就是说明 或者是证明你的这个项目来讲 会带给加大有经济发展 那这样的经济发展或者是在这个行业当中有一定新盈程度 就比如说你们的地产行业吧 那我可能是做一个app 或者是我做一个什么样的技术性的一个项目吧 我把这个地产跟我的这个技术相融合 那么这样在这个整个产业当中有一点新盈度 然后呢我又能为这个产业带来就是不错的经济发展 那这样的是我们说移民局吧 比较受欢迎的 对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孵化器 那这样的孵化器或者我们称为angel investor吧 或者是像说就是那种可以投钱的这种创始人 对吧 那么这一类的话是移民局 它有指定的这些机构 然后你才能去就是向他们去申请你的项目 去跟他们谈合作 对 那么再来第三点就是很多曾经我们说不愿意推 或者是不愿意考虑这个项目 原因呢是因为你有了这样的idea 你拿到了这样的支持性 那其实呢是要求你人是要过来运营 开始运营开始创这个项目的 对 那很多人其实他以前可能就觉得 我把这个项目递上去了 但是我没有过来运营 所以这样呢也会导致你移民审核当中 遇到种种难点 对 那么其实我们要说干货来讲 我们能辅导的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你如何面对你的项目 如何优质的去面对孵化器这边的审核 然后第二在整体来讲 你作为一个投资者的一个就是我们说 面试也好 或者是你的presentation也好 这方面我们给你的一些培训 然后以及后期向你的项目要运营 那毕竟你是作为新兴投资者嘛 那你在加拿大来讲可能你并没有太多的这些本地熟悉的经验 或者是本地资源的这方面信息 那么我们就起到一个支持作用 其实就像你们一样支持 对 谢谢 那我们在之前的有一期啊 其实谈到了是在讲学校 但在讲学校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关于族裔的问题 那么在我们的投资就是我们的移民数量上 就是中国这些年的移民数量是有增多还是减少呢 就是来自我们华人的这些移民 其实总体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说各个国家移民加大的人数 其实都是在增多的 对 但是呢可能就是这个增强的增多的比例来讲 中国华人吧 华人的比例并没有就是印度裔的来得多 对 那印度裔可能是因为首先美国的那边缩紧吧 所以很多像学IT啊这一块的印度裔 本来想去美国 然后转战了加大 然后呢 为什么说华人这边 我们说技术移民上面可能稍稍也有时候会有一点点吃亏 其实亏在的我们的英语 对 那因为因为我们的英语来讲 从小都是应试教育嘛 国内的应试教育 所以呢并不像印度裔 或者是就是其他国家 他们把英语作为一个算是母语一样的存在 对吧 那么在英语上的这一关 其实就已经就是过关了 对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想要技术移民也好 投资移民也好 所以我们还需要就是在英语上有一定的突破 但是我个人感觉来到加拿大差不多20多年吧 其实总的来讲还是加拿大是比较包容的 并不会因为说不同族裔这样 就是可能就是争端啊 争端啊或者是就是矛盾啊会会那么大 可能我觉得这方面是相对比美国来讲比较平和的一点吧 对 您刚才就是说那还是大家要还是那句话要先来到这个地方嘛 然后之前您在开头的时候提到了很多人可以旅游选择旅游转换工签 或者你像我知道当年有个政策是从学签转到工签 那么前两天呢加拿大的购房上面有这么一个政策的转换 就是如果你拥有工签并且在有效期183天之内 然后来购买一个你的第一套房产 那么从原先的禁止购买已经变成可以购买了 这个对于工签 对工签来说其实有很大变化 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 大家需要拿到这份工签最好做什么样的准备 或者对我们华人来讲能最快速拿到工签的方式是什么 OK我们这样来说好了 目前想要获取工签其实大方向 其实就是你能找到一份工作 然后这样的工作呢为你提供job offer 那这样的offer 然后拿到加拿大本地service canada 劳工部的这么一个许可证吧 然后你拿到这样的许可证 你就可以申请工签了 对 那么整体来讲所有海外人是想要拿工签 其实大部分都是这个流程 那只是说很多很多人想 我不想要在国内等了 我想要提前先过来加大 对吧 那我们就是可以先是旅游签入境 那因为目前加大对于旅游签 其实还是相对于比较开放的 所以旅游签先入境到加大之后 那加大其实也没有限制说 你旅游签入境你不能找工作 他只是说你不能工作 但是他并没有说你不能找工作 对吧 所以我可以旅游签进来了 然后找到了这样的工作job offer 然后再去换工签 那这个就是其实我们这两年 就是因为疫情嘛 都比较就是对于大家来讲 都比较火的一个政策 就是称之为的是境内旅游签转工签 那以前来讲的话 这样的工签申请必须是从境外申 对 那现在呢 其实加大面临的是劳工紧缺 对 所以呢 他更多的希望 就是更多的人能来填补这样的 就是劳工紧缺的话 他其实就open了他的这个工签政策 对 那么想要拿工签 其实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你的背景吧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 你给了这样的job offer 申请人是不是得match你的job offer 对吧 那就比如说像房地产的这个 我们说就是realtor吧 那他想要做realtor 你给了这样的offer 他是不是至少你得有realtor的工作经验吧 对吧 然后你得有点什么相关的学历背景吧 对 其实在我们看来就是说 你的背景能跟这个offer能match 那么你拿工签其实就ok的 当然比较强调的还是那点英语了 对 因为我们留意到去年今年 其实在申请工签的时候 移民局这边 他在评判你的资质的时候 他其实会考量你的英语是否ok 所以我们说像以前 你在申请工签的时候 可能不用英语 那现在至少你怎么地得有个五分吧 对 所以雅思 雅思五分 对 所以这样来讲的话 其实工签申请是ok的 好的 这个 多了解了解这个政策 其实也是一种知识的积累 对大家肯定都会用得上 因为就像刚才说的 身边有不同的朋友 也会有这种需求 今天十分感谢Christy 来跟大家来说一说 这个关于移民的事情 很荣幸 也感谢你的邀请 我们相信也会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朋友 对于移民有自己的疑问 也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 然后这个样子 我们也争取在未来的某一期里面 再来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关于移民的话题 好 我是您身边的大文地产经纪 Steve 雪哲纯 欢迎大家这一次收看 谢谢 谢谢